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胜利者晚会上明星们献唱助兴 老战士回忆战争年代的艰难时刻 莫斯科保卫战为何成为二战转折点 年轻的小战士为胜利者献上祝愿 年轻的小战士 今年我们的胜利者舞会 是献给那些对最终战胜 法西斯德国军队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战役 也就是莫斯科反攻战和库尔斯克战役 72年前莫斯科保卫战打响 这场战役是苏联军队打赢的第一次战争 所以它的意义非常重大 而参加这个战役的许多年轻人 都被称为莫斯科的保卫者 今天的舞会上 这些胜利者再次聚集在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伟大卫国战争博物馆的礼堂内 一百多位来自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 参加过为国战争的老战士汇聚浴堂 曾经并肩作战的年轻人 如今已是茂蝶之年 老战友们重逢 自然会回忆起往昔的争容岁月 这张照片上能看到我参战时候的样子 和战争结束后的样子 现在我99岁 我还可以跳一段子刚舞 德国人的飞机从早到晚 在上空以离地面40到50米的高度盘旋 在四周巡视 有一次我们的部队遭遇巡察机 有一个德国鬼子 驾驶着飞机从右边向我飞过来 我甚至能看到他的脸 他脸上带着微笑 我瞄准他开了三枪 他也开枪向我扫射 砰砰砰 子弹打进了我周围的地里 弹片刺箭 我一点事也没有 看来是命运 我看着他飞走 又掉头对着我飞过来 飞得更低 我对准他 砰砰开了几枪 他又是一顿扫射 又没打中我 地上都是弹片 土地都翻了过来 旁边的毛射也塌了 我抬头看 他第三次向我飞过来了 我举几枪准备射击 这一次他没有开枪 我看到他的脸上表情很诧异 可能在想 我怎么就没打死你 总的来说 那是很艰难的时机 恐惧 每天都是恐惧 我们无时无刻 不在恐惧中 胜利者舞会的举办是为了向国家的保卫者英勇无畏的老战士们致敬 感激他们以生命的代价换取胜利 和为了我们现在的和平生活而做出的贡献 在莫斯科保卫战打响时 正值俄罗斯最难熬的寒冬时节 士兵们要面对的除了枪林弹雨的威胁 还有恶劣的天气条件 零下三十度的严寒 雪多到木过了腰 在树林里 我们的任务是联合西伯利亚军队 歼灭德军十六军的七个事 我军的损失惨重 我们没有飞机 也没有坦克 很多人在那次战斗中受伤 我也受了重伤 那时候特别困难 我们都很害怕 我记得在莫斯科附近的米登市 当时的俄罗斯居民不想放我们进屋 之前德军散发了传单 并对城市进行了轰炸 我们不得不破门而进百姓家中 为了取暖 哪怕是要一点水来喝 当时下了几场大雨 然后气温骤降 我们又冷又饿 每个人都筋疲力尽 非常难熬 跟我一起去的姑娘们 都跟我同龄 只有17岁 我们一共有20个女孩 一开始会害怕 后来就习惯了 人总是会适应环境的 害怕与否都要前进 又冷又饿也要坚持 四二年的时候 我穿着双排扣大衣 裹着脚穿41号的皮鞋 虽然我的鞋号是34嘛 当时我只有32公斤重 难道现在会有人 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吗 谁都不会 我记得了 如果现在人家会活动 人家会活动 人家会活动 给他坚持 他就会给坚持 1941年二战的战火在欧洲肆虐并终于逼向苏联的首都莫斯科 面对德军的猛略攻势 下定决心绝不让首都失线的莫斯科市民 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军队投入到了艰难而漫长的保卫战中 我们知道了在莫斯科战役时 我们的战事让德国人知道了我们不会服输 相反我们会取得胜利 我知道了 红场举行的阅兵 仅持续了30分钟 我知道了 我们的士兵抵抗了德军的入侵 并在12月5日进行了反攻 所有人都坚信俄罗斯人民的胜利 但希特勒不这样认为 他认为俄罗斯军队会投降 认为我们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 德意志国防军的闪电战入侵计划被称为巴巴罗萨行动 他要求在4个月内攻占莫斯科 虽然在初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德意志国防军之后的推进 却由于苏联红军英勇顽强的抵抗而减慢了下来 1941年9月30日 德国军队重新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战役 攻势的代号为台风行动 以求在冬季来临前完成攻占莫斯科的目标 这幅透景化让我们置身于莫斯科郊外田野上的血战现场 这里距离莫斯科市中心只有60到65公里 这也说明了 当时希特勒的军队确实距离我们首都非常地近 以胜利者的身份踏遍欧洲的希特勒 已经习惯了欧洲各首都轻易地向他投降 并做好了准备同样轻松地占领莫斯科 但在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和人民面前 并不存在投降还是保卫首都的问题 战斗到底直到最后一名士兵 这应该是整个国家集体的决定 1941年12月5日 配备了冬季武器装备的 一百多万名苏联红军 在莫斯科战线上对德军发起了进攻 并将德一支军队向西 击退了300多公里的距离 营长托尔斯托尔舍耶夫 叫我们召集到一起 并发表了讲话 莫斯科的民兵同志们 德国军队已经逼近了 莫斯科的城墙下 今明两天 我们就要投入到绝死的战斗中 即使献出生命 也要守住我们身后的莫斯科 我们下石头就要葬家 我们下石头就要留下石头 我们下石头就要留下石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莫斯科保衛戰 有著難以估量的重要意義 虽然自1939年 在被疏散的歐洲地區某些城市 有奮起反擊的人民 但當莫斯科堅守住了 莫斯科勝利了的消息 传遍了歐洲 反擊的決心變得空前高漲 莫斯科成為了希特勒 無法擊破的堡壘 1941年11月7日 俄羅斯的軍隊連連敗退 法西斯德國已經 賓尼莫斯科城下 但是為了鼓舞士兵們的士氣 斯大林仍然決定 在紅床舉行秘密的閱兵式 很多參加閱兵式的戰士們 年齡只有18、19歲 他們的年生才剛剛開始 他們心裡清楚 他們走上的很可能 是一條不歸路 這可能是他們最後一次 走在首都的街道上 但是他們仍然選擇 勇敢地前進 去前線捍衛自己的祖國 然後再進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想感谢他们顽强的战斗 希望他们幸福 健康 长寿 祝他们幸福安康 感谢他们的英勇奋战 祝他们万事如意 万事无疆 非常感谢他们捍卫我们的祖国 并祝愿他们身体安康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用多少的生命和鲜血为代价换回来的 希望我们能永远铭记这段历史和战争带给人类的伤痛 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明白和平的意义 您收看的是这就是俄罗斯 我们的节目会为您提供一切有关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资讯 别忘了关注下一期的精彩节目 我是王岳 我们下回再见 До новых встреч это Россия